观众朋友 您准备好跟这个世界一起变老了吗 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 国防会预估 民国115年我们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甚至到了150年 每10个人当中就有4位是老年人口 而目前介于55到64岁的初老者大概有340多万人 所以劳动力不足将会是一大隐忧 经济学人就预估 2100年 全球65岁以上的工作者将会是现在的三倍 也因此 退而不休或是重回职场在未来势必成为趋势 我们台湾有间零件工厂就特别替中高龄的员工设计了自走式堆高机 更安全 更省力 当然还有很多人是在退休之后选择去当志工 在照顾这些长辈 大不如说是这些长辈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看到这些长辈就是看到二三十年后的我 那愉快的就是我要学习的 我老了 我要怎么去安排我自己老年的生活 每周二的早晨在台中这个社区 基金会都会有志工来带课程 参与活动的还有90多岁的老奶奶 身穿粉色上衣的是志工 稍微年轻一些 但其实也都借领退休年纪 一是五十六六十九 五十九岁的郑明兰目前仍在百货公司当贵姐 计划五年后退休 但早在十三年前就已经开始她的志工生涯 还要一张吧 要四张 而五十六岁的王俊燕现在也还在从事机械业 同时担任志工和义警的她 加入基金会已经五年 而这些参与基金会的初劳者其实不算少数 全台十二个服务中心六十五岁以上的志工就占八成 会走进社区服务的共约五百至六百位 也因为他们跟长辈之间年龄上 其实都大概相差了十几二十岁 相对会给长辈带来不一样的刺激跟不一样的活力 你跟我讲一下你做在什么样的环境 院子里面 志工老师还会带着爷爷奶奶 自己种菜 几周下来大家的豆苗一株长得比一株高 每周一次的活动呢 这周的主题就是我的蔬菜半桌 而刚刚长者们已经把他们三周以前种下 这个豌豆豆芽采摘下来了 待会就会搭配现成的食材 来做成五形五色的蔬菜手卷 跟大家一起来吃 那现在在做什么准备 苹果准备 苹果准备哦 大家做成什么知道吗 做成沙拉 做成手卷 就算白发苍苍手脚一样利落 把所有食材放到海苔上再挤上美乃滋 大家聚在一起边吃边玩边聊 这样的氛围光是感受就让人年轻了起来 根据国发会统计 107年台湾已经正式进入高龄社会 推估115年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150年每10人当中约有4位 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 而目前介于55到64岁的初老者 就有340多万人 在同时面临少子化 劳动力不足现象将越来越严重 除了鼓励初老者未来能走出家门担任志工 如何延续他们的职场生涯 也是一门课题 来到这间制造工作母机零件的工厂 25位员工里 45岁以上中高龄就有11位 做了20年的资深员工朱友柱 今年53岁 大探现在体力不如从前 原本利用其重机搬运铁片 除了人要爬上爬下 铁片也容易重心不稳滑落 现在这台自走式堆高机 是特别为中高龄设计的辅具 有了它帮忙 更安全也更省力 当初进来的那个年 体力跟现在体力差很多嘛 用我既有的模式 来把它改改成电动的 另外过去要看 切销水箱的焊接处有没有漏水 需要两个人 一个人开堆高机 把水箱来回抬高倾斜 另一个人负责检查 现在设置的升降台 会自动倾斜更省时 也让65岁的叶昆图 工作起来轻松不少 不用额泥自己 完全负担我们的啦 就减少额泥的负担而已 然后自己也有一个 好像不会太无聊啦 公司成立34年 老板自己也是中高龄 可以体谅员工体力 和势力上的退化 106年申请补助计划改善 这些辅具由政府补助八成 公司负担两成 而其实雇佣中高龄员工也相对稳定 台中市劳工局局长黄河廷表示 职务再设计还包含了缩短工时 工作安全整体环境 还有必须因应中高龄员工的需求 因为体力的关系 然后还有势力 也比较退化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指示指标 有没有 我们有一些危险指标 或者是有一些工作上的指示 我们可能都要做比较放大一点 而且它的颜色也蛮多的 要红色的 那这个叫做繁星花 开心布置场馆 这里是位在台中的 不老梦想125号 45年次的郭碧如 从公务人员退休后来到这里 负责商品销售和接待 开朗个性也让他决定退而不休 同学大家都还感情很不错 就会时常相约 就是吃喝玩乐为主 后来觉得这样 也是觉得说 应该还会有另外一个目的 所以就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 就来这边工作 觉得真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开始 而来到厨房 这里又是另个天地 44年次的张芳雪喜欢烹饪 在这里就担任其厨师 他们现在有推无菜单料理 那也是对我们一个挑战 不过他的生活忙碌 每天都有不同安排 像礼拜二早上 我昨天就是去老人关海去 在那边帮忙 你也很忙 我很忙 在这座1929年落成的历史建筑里 从布置 饭瘦到烹饪 确实为这群长辈创造了一个不老末小 在这餐厅里有不少的食材 都是靠这里的园艺志工 还有阿姨们他们自己种的 像这个秋葵 还有这个皇宫菜 还有九层塔都是 他们在这里扮演起城市农夫的角色 就是要让来到这里的客人 能够吃得更安心 像这一区地瓜业 就是要拿来做料理的 阿姨 这个地瓜业有什么技巧吗 跟着他们一起活动也会发现生活中的各种智慧 能实际发挥到工作上就更有价值了 一个人在家会很无聊 人家这边大家可以嘻嘻哈哈 过得很快乐 劳动力不足是高龄化社会得面对的问题 但打造一个友善工作环境 也可以是解决方案 面带笑容满怀梦想 在借铃退休或是刚退休的这个阶段 他们还能好好计划生涯服务更多的人 不论从事什么工作 岁月让人老了 心却很年轻 TVB的新闻何江洋曾一词 台中采访报道